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跟大家說一下 阿欣怡 鄭欣怡 她在很多的報道都成為了熱門 近期 連登在炒她說 糟了 這件事真是被智商稅 沈殿霞留下2億5千萬的遺產給她 給那些基金佬輸剩6千萬 這件事真是很嚴重 如果2億5千就剩下6千 其實就沒有了1.9億 不是那麼嚴重 身家大縮水 大家很關心她的錢 另外又說一下 她戴沈殿霞的家傳之寶首飾 登上時尚雜誌的封面 有很多讚賢 就算在內地也很有市場 但暫時還沒見到她在內地唱歌 為何不上去發展呢 還有欣怡又說一下自己 如果不做藝術會去做什麼呢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我們先討論鄭欣怡 連登出了一個報告 她說糟了 這件事沒有了1.9億 照計不是2億 是2億5千萬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有個媒體是這樣寫的 她說萬一突然離世 小孩還是太小 不懂規劃財產怎麼辦呢 說到匪姐一篇報道 我不可以猜 留下2億5千萬遺產 當時欣怡只有21歲 擔心她沒辦法做好財產管理 透過一個叫為遺囑信託的方式 規定女兒滿35歲 即是2022年5月30日才能夠動用這筆遺產 一傳再傳 欣怡說 有時人們說我30歲的時候拿到 有時又說什麼時候 我都不回應了 都不知哪個真是真 哪個真是假 連登仔不知是否想娶欣怡做老婆 對她的身家似乎虎視眈眈 她說當年看新聞就說2億半 為何現在看到6千萬的呢 就說你老闆你說什麼基金來的 放心吧 如果欣怡的錢 如果害怕的話 放在Ivan Sir的基金 每個月都700利息 連登仔說 梅艷芳也是這樣 梅艷芳縮了水你又知道嗎 這個縮水可能是你縮水而已 她說一代演藝明星 被那些所謂信託信託搞到 就真的變魔托 是法拉里變魔托 不是單車變魔托 那就大糟糕了 她說兩億啊 買樓買債做定期什麼都好 沒有理由被人輸了 是不是真的輸了呢 有人說關不關營賦基金的事啊 有人說關不關港股跌了事啊 你覺得可能是這樣的事啊 但當然有人就很有腦地說回答案出來 這件事啊 挺好笑的 這件事啊 她說為什麼呢 你不是乘而已嘛 六四就二十四 六千萬乘四就二千 即是二億四啦 那二億四就有些說二億五啦 那麼我們看到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好了好笑的 你不要揭曉它 不要告訴別人 那個開鋪那條是短的 他說 你看到之前那份是台灣報紙來的 二億五千萬是說台幣 新台幣啊 豬頭餅 即是本身就是六千萬 他說原來樓主正在交 要是交智商稅啊 大家不要告訴他啊 他低能啊 是的 他說你不要逃避智商稅啦 要罰錢兼坐牢的 有人說你說這些東西出來 還要上了熱門 真是不敢看的 哈哈哈哈 基本上 欣怡的身家就沒有少到 不過本身就在說台幣 台灣說台幣 香港說港幣 然後呢 你又說這次就真是幣了 你都按摩的 這樣說到呢 這單這樣的所謂遺產風波呢 有些人說 喂 怎麼算啊 如果 一天過了生 那個小孩 想他做一個有用的人 都希望留下那個資產 讓他可以照顧我的小朋友 要三大重點的 他說要注意遺產稅的問題 香港在2005年取消了遺產稅的 所以沈殿下在2008年過世 香港無需貨這個遺產稅 但台灣是有的 還有20% 看看資產如何調查 哎呀 又說要符合相關法定的條件 那些 那些就不多說了 總之欣怡就沒有 蝕到錢 在這方面 阿緋姐還留下了很多東西給他 我們看到一篇東西 在哪裏出來的呢 好笑的 喂 全中國 不可以這樣說 全中國的華人的地方 都很欣賞阿欣怡 欣賞了些什麼呢 帶著媽媽沈殿下家傳首飾 上了時尚雜誌封面 就是全亞洲No.1的娛樂新聞 那這篇東西在大妓院那裏出來的 哪個大妓院呀 哪間妓院好大呀 不說了 我看大妓院的東西的 有時候都 那我看娛樂而已 又不是看中國新聞 是不是呢 欣怡35歲嘛 日前帶著緋姐家傳千萬的珠寶 登上時尚雜誌的封面 嘩 這裏要解釋的 因為他們不知道的 就是秋冠和已故巨星沈殿下的女兒 由於父母明星的光環加持 至少備受關注 真的 吃條腸仔都吃得可愛過人 沈殿下2008年過世 都是留下6千萬遺產給他 當中有包括一些樓 一些物業 一些價值三千萬的珠寶 只是珠寶都說三千萬 隨著物價上漲物業的升值 那個遺產過了億的了 又不是你所說的 2.5億變成6千萬了 6千萬現在又可能變成幾億了 因為別人的房子 2008年的時候可能會買下 2022年 不過2019年的時候應該最多錢 2018年和2019年的時候應該最多 現在2022年又下跌了 如果是房產的話 就說到了 恩怡近日在面書分享十月數碼封面故事 他原來在香港有個叫VOGUE的雜誌封面上了 說自己過性、生活觀、愛情觀鏡頭下的他 就說現在成熟了很多 有人說像年輕版的沈殿霞的遺風 鄭欣怡早前受訪 說到阿媽、緋姐留下她家傳珠寶的感受 他表示這些阿媽留給自己的一種 呃... 呃... 就是留一種令你可以紀念她的東西 他自己就不會賣的 會好好地傳承下去的 就像阿婆留給我 現在留給女兒那種 如果未來有機會 都希望帶她出來 給大家見面 但是喂 小心點好 幾千萬的珠寶 待會別人搶了你 你追不到別人的 是不是呢 希望她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就展示這些本錢出來 說到鄭欣怡 其實現在是很好成績的 獲得很多音樂獎的 Chill Cup、ViuTV、Chick Chack、新城 獲得很多歌手獎 香港金曲頒獎典禮 也都是香港金曲女歌手大獎 無線有沒有份拿呢 但畢竟都是親生女的 那她就算是香港女歌手的大滿冠 是否真是熊得那麼厲害 欣怡之前她在紅館開演唱會也爆發 說欣怡自小遺傳了媽媽的自肥體質 所以說出她的話題離不開胖半兩個字 成為少女之後 她曾經刻意折食收割70磅 不過自肥體質令到她反彈 甚至出現嚴重的健康問題 她說她現在不會再麻木瘦身 現在身形似乎瘦了一點點 只是一點點 她也不減 她是生同飲食 做很多運動 但她又不會追求 現在的香港小姐 香港女的審美觀 她那些90磅也太胖了 香港的女生 欣怡不要管她 欣怡這種身形 先不受女人的妒忌 有沒有人討厭欣怡 有沒有人說她是喉婆 沒有的 漂亮一點也有人說她是喉婆 香港的明星 欣怡就活得自在 個人心得也好 之前又捐錢給麥當勞叔叔之家 你看她說話也知道她是善良的 我跟她做過一次 當時她的同事三婚親 那些POMO 做記者訪問她 她很有禮貌的欣怡 萬千寵愛在一身 在片場每個人都疼愛她 她的人又不囂張 又好 那就好 那就有得混 她這次登上雜誌封面 表示自己有時候很討厭自己 比較浮誇的風格和個性 但慶幸自己對音樂樂此不疲 發揮了媽媽在音樂方面 遺傳給她的良好基因 說媽媽會不會是爸爸 翡姐唱歌好些還是秋冠好些 我覺得秋冠好些 有很多Hit作曲 秋冠唱歌 別人說她的聲音是很古典 秋冠自己也不承認 秋冠說我們夾著唱歌 也不要這麼謙虛 秋冠以前在麗園賺食的時候 因為她也是個英俊 她是偶像派 兩個都有 兩個都是表演相當好的 上一代 遺傳了好東西給她的欣怡 那些網友說她 這些女人才是自然美的 在音樂方面的成績 也算是送給媽媽的一份禮物 欣怡原來受過訪問 如果不做藝人 她最想做什麼呢 竟然想在紅館做大位 有沒有大致一點 大家小時候也有一個我的志願的作品 你們想著做什麼呢 小時候 我想過很多事情 做明星 做那樣 什麼都有 警察也有想過 我在說我的年代 是一九八幾年 還要是黃家那一隻 沒有 我發現原來自己有太多事情想做 我最後就想做演員 但原來說新聞什麼都關我的事 做這些都不錯 我已經在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欣怡已經是明星了 很多人夢寐以求都想做明星 做明星是不是真的這麼過癮呢 當時跟幾個女生一起 被問到最想做什麼職業 欣怡很可愛 她說最想每天在紅館上班 為什麼呢 欣怡其實在上半年6月開了演唱會 原來她曾經幻想自己在紅館上做大位 她坦然抱著追星的心態 很單純而已 這份工作不錯的 撲不到飛 又想看一個show 做大位就好了 可以在最佳的位置 無遮無擋的視線 欣賞整個show 這樣的 除了紅館大位之外 她更加想在戲院大位 這個我爸爸做過 她經常打算關燈 她可以坐下來看電影 不夠人手可以幫忙去小食部賣炮谷 不是吧 欣怡說這樣的 紅館你說進去做大位 你哪個show買不到票 以你的名字 哪個show不讓你入場看 不是搞笑吧 欣怡對音樂很執著 她那時候說 我聽音樂 我要拿個皮包著自己的頭 她很喜歡音樂 這方面真的沒得談 你說做大位大位 大位是不是你想得這麼過癮呢 其實看show和做大位 我包你做了之後 你不想做這份工作 經常看東西 重重複複複 天天都是那些東西 好看嗎 王子佳開三十個洞督笑 我只想看洞督笑 我只想看洞督笑 你會看一場的 連續三十個看同樣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是喜歡的氣氛感染到那種 還是什麼 你很沉悶 看電影也是吧 其實你說買票入場看電影 以你欣怡說幾億身價 神經病 買個戲院自己播放也行 私人影院 說一些有趣的 欣怡說自己也有靜態的一面 所以都很適合做圖書館管理員 你真是沒什麼大志 不過不是這麼說 她說明星意外 明星當然了 圖書館管理員也混合 她本身喜歡看書 在圖書館工作應該都很適合她 她和性格反差大 她反映她雙子座的性格 你混合工作 所以說不用賺錢的人 一想起一些東西 都比較有趣一點 你說真是人 我們這些普通人 如果這樣跟媽媽說 就被媽媽打了 拿藤條法都知道了 你做大衛怎麼供樓 你做圖書館管理員 你怎麼結婚生子 你做大衛在戲院裡 不是說不做都有人做這些事 但是我覺得那些年輕人應該是說 你做這份工作就騎牛搵馬 找一份自己真心喜歡 然後也有些前途 我見很多年輕人做這些工作 我經常覺得這工作做不長 你做一會兒 想一下你的人生 感受一下你的社會 那些人性的醜惡 世界難做了 這麼辛苦 拿整個月的時間 都不要說存首期 連公樓、租樓都不行 你面對現實之後 就要想方法 讓自己飛黃騰達做人 應該是這樣的 但這些很有錢的 有父母任的人 很有趣的 將事情扭轉 因為他解決了 樓? 用公樓的嗎? 我有很多間 我媽媽留了很多間 我媽媽說 所以聽她說話真的挺有趣的 Ivan Sir教你 小富由劍 中富由勤 大富是由天 他是由天的 沒辦法 所以他想法會比較有趣 在家裡的小朋友不要學了 知道嗎? 說笑而已 你想學都學不到 今天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講其他新聞 拜拜